今天陳教宗怎麼說呢 跟大家來談談新冠肺炎的後遺症 腦霧 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已經兩年多 雖然經過疫苗的普遍施打 目前感染後的重症或死亡率都已經下降 但感染過新冠肺炎所引發的長期後遺症 目前尚未有完全的解答 目前最常見的有疲勞 會腺胃化 腦霧的後遺症 其中以腦霧最為普遍 美國醫學會雜誌在2021年的研究也發現 新冠肺炎確診後接受治療 平均長達七個月以上 患者都還有可能診斷出腦霧 究竟腦霧後遺症該怎麼解呢 腦霧就是認知能力出現的問題 常見的症狀包括健忘 思考能力變慢 注意力不集中 精神不振 想法模糊 失禦 失眠等症狀 而中醫可以透過針灸及內無中藥 確實可以清除腦霧 在針灸方面呢 位於頭部的百惠四神聰 印堂 身體等穴位 本來就是治療 腦退化 腦部疾病的藥穴 有行腦開窄 身陽清氣 促進腦髓 汽血硬型的雀雀療象 對於任何原因所引起的腦霧 都有良好的治療效果 在內無中藥方面呢 根據研究及臨床經驗顯示 可用熟地王 白韶 麥門東 芝母 五位子 龍骨 牡利 黨森 石昌埔 遠治等中藥 調配而成的義氣聰明湯 荒中的熟地 白韶 麥門東 黨森可以補氣溢血 論兆之音 五位子 牡利 極梗 芝母可以清熱涼血 知音除凡 龍骨 遠治 石昌埔 可開窍 醒神 安神益治 全方位改善記憶力減退具有相當的功效 能協助恢復個體原有的認知功能 對於針灸內無中藥 病用外 平時也可以多鍛鍊身體 增加腦部的血流 促進大腦的修復能力 日常生活中 飲食不當 精神壓力 睡眠不足 都造成腦部功能失調的重要因素 因此必須避免以其能迅速脫離腦污後遺症所帶來的困擾 恢復身體正常的功能 我所稱的義氣聰明湯 以本草備藥所記載的不同 使我從中國大陸一家知名中藥廠所生產的藥方轉載而來 這家藥廠出品的這個藥物 一年營收好幾個億的人民幣 必有獨到之處 據稱有申請國際專利 我從國際專利的網站找到相關的資料 並加以研究 由拉丁文的藥名 請助理轉換中藥藥名之後呢 發現與鼓方恐慎疹中當有些相似之處 實質應重在病人的身上有良好的療效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知名音樂家 因為年紀漸漲 記憶力減退 演奏時無法清楚記憶樂譜 服用兩週之後 效果非常的顯著 以確認其療效 也嘗試用在於 憂鬱症的患者上 獲得很好的療效 而改善憂鬱症 要治療老物 益氣沖平湯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